相比于热门的龙耀3C而言 3X4可以说是同门中的旗舰级产品 对于这一款可以更换电池 且支持双卡双三G的8个手机 似乎网民朋友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视频 希望能够为大家的选购提供一些参考 由于做手机评测的经验有限 且存在很多知识上的盲点 如有疏漏还请大家谅解 我们打开蓝色的包装盒 可以看到主机 服务手册 说明书 USB线 充电器 还有标配的电池 最右边的是一张日历 3X4有黑白两种颜色 我拿到的是白色版 正面背一块5.5英寸的屏幕占据 屏占比还不错 屏幕采用了OGS全贴合技术 所以是典型的黑白熊猫配色 四角采用了圆滑的边角过渡设计 使得手感相比于小米3这样的手机 显得更为舒适 但是单手操作还是有些难度 大拇指最多能够覆盖整个屏幕的三分之二 3X也采用了时下比较流行的窄片光设计 我测量的数据是3.58毫米 貌似官方也没有提这一块 整机宽度为77.32毫米 长度为149.34毫米 厚度8.94毫米 重量167克 这些数据和官方公布的相差无几 正面上方依次是前置5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听筒 听筒下方的是华为的标识 还有控制指示灯和光线距离感应器 指示灯在来信息或者充电的时候都会亮起 正面下方是三颗带有背光的虚拟触摸按键 从左到右依次是返回键主屏键 猜单键 由于华为的返回键在左边 所以新用户会很不适应 那我不能说这是个脑残的设计 但就我而言有两点困惑 第一很不适应 以前都是习惯了右边返回 一下子换到左边非常不协调 第二是5.5寸的大屏手机 宽度达到了77毫米 虽然三个按键的位置 有意的向中间收缩了一点 但是依然有些困难 尤其像QQ空间这样的应用 要连续按两次 真的很痛苦 下面来说这个边框 有评测说是金属材质的 我表示不同意 其实是塑料材质的 做成了金属拉丝的光感 不靠近的很难区别 表面有涂层 手感光滑 这个塑料边框既有金属的质感 又不影响射频信号 手感还不错 可谓一举多得 底部是Macro USB接口和通话麦克风 机身左侧没有任何按键和接口 顶部右侧有一个3.5毫米耳机接口 机身右侧分布有电源锁平键 音量调节键 按键为金属材质 键程适中 手感舒适 没有松动的感觉 实体按键的下调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这一点值得赞扬 机器的后壳也是塑料材质 表面十分光洁 有评测说是钢琴烤漆工艺 但是菊花和这个DTS的标识 据我观察 不在表面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RML成型技术 在外壳的下方是DTS标识和外放扬声器 上方则是后置的1300万像素摄像头 LED补光灯 降噪麦克风和菊花logo 后壳左下方是一个开启后盖的开口 打开后盖也是非常的容易 打开后壳我们首先看到一块黑色的3000毫安电池 电池上方分别是支持双卡双三G的两个卡槽可以适应这个标准的SIM卡和 Macro SIM卡支持双三G还是比较给力的 不过同时只能支持一个三G业务 还有TF卡扩展插槽 这些插槽都是直插式的 没有弹簧反馈 CX配备了一块5.5英寸的IPS技术显示屏 采用了OGS全贴合工艺 这块屏幕的分辨率为1280x720 像素密度为267ppi 想必大家一定非常关注 5.5寸采用720p的分辨率呢 是否会有严重的颗粒感 其实露眼近距离观察呢是可以看到轻微颗粒感的 但是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满足 浏览网页或者玩游戏时不会有明显的锯齿感 在色彩还原方面也非常准确 没有出现大面积偏色问题 色彩分布均匀 屏幕没有发现坏点和光斑 在显示全黑图片时呢 可以发现这块屏幕并没有漏光现象 在实际样片显示当中 3x4色彩花园 真实自然对比度失踪 十分讨好眼睛 在可视角度方面呢 得益于RPS技术的优点 可以达到178度的可视角度 测试当中并没有发现偏色 只是达到一定角度之后呢 屏幕的亮度会有所降低 3x4采用了基于安卓4.2深度定制的Emotion UI 2.0 在解锁界面随意滑动 并伴随光运效果进行解锁 同时你也可以在解锁界面 由左右两边滑路 切换至相应的桌面插件或者应用 例如从右边滑路可以打开相机 你也可以自定义添加解锁界面的小插件 记录系统后呢桌面滑动十分流畅 我觉得流畅性呢不应该是这个价位的手机应该讨论的问题 系统没有二级应用菜单 下拉呼出通知栏并没有采用分栏设计 而是通过按钮展开更多选项 还可以自定义快捷选项 非常人性化 在桌面上长按或者触摸这个菜单键呢 可以弹出桌面设置窗口 其中有简易桌面的切换按钮 可以切换至简易桌面 那简易桌面很有Windows Phone的感觉 本地自带了五套主题 在线主题的选择也很丰富 自定义功能可以让用户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主题 下面来看一下系统自带的一些小工具 emotion也集成了语音助手 识别度还可以 播放音乐 即将为您播放歌曲 华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成立于中国深圳 设置界面也被分成了常用设置和全部设置 在联网应用当中 我们可以关闭一些应用的联网功能 以防其消耗不必要的流量 还可以在显示设置里面更改色温 还有很贴心的这个省电管理选项 全线服务和开机选项都放在了设置界面里 一目了蓝 云服务可以帮助用户拿备份通话记录等重要资料 现在很多智能机都会推出一两个这个智能辅助的功能 3X4上也有几个小功能都是比较实用的 相比于三星的滚眼球来的实际的多 首先是手势控制中的翻转 简单点讲就是来电话或者闹钟响的时候呢 只要把手机翻转一下即可行 现在来演示一下 还有一个手势操作就比较鸡肋了 叫做摇一摇对齐桌面 用这个变魔术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单手操作呢是指在拨号界面或者用到输入法的时候呢 都会自定义的这个拨号界面和输入法左右的位置 那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解决方案呢只能是在输入的时候起到一点作用 还不算是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 手套模式呢还是不错的 值得推荐 这么大的手套都可以完美支持 问题是我没有找到小手套 3X采用了后置1300万像素的索尼堆建式摄像头 F2.2的大光圈 拥有独家志向处理引擎 还有前置500万像素的摄像头 首先介绍一下拍照界面 3X支持触摸对焦在拍照模式的选择上也比较丰富 有智能美副HDR全景测光等 其中测光这个功能很强大 可以支持先对焦然后进行测光 用于光比较大的环境下调节画面的亮度 在普通模式下可以调节感光度白平衡和曝光补偿 在其他模式下则不可以 3X可以支持每秒20张的高速连拍 按住拍照键不放即可进行连拍 照片缓存需要一些时间打开可能有一些卡顿 为了测试3X的后置这个摄像头白平衡是否准确 我先用单反相机进行自定义白平衡的操作 然后拍下这张照片 色彩还原还是比较准确的 然后再用3X在智能模式下拍摄一张照片 两者对比发现 3X明显有发白迹象 感光度虽然很低了 但是放大之后依然有噪点 下面为大家展示一组后置摄像头的实拍样张 由于没有同类型的机器做对比 非常遗憾 1300万像素可以带来不错的解析力 在人像方面 色彩正常 脸部细节保留的也比较好 夜景方面有专门的夜景模式 通过调高ISO或者降低快门速度来提高画面亮度 F2.2的大光圈本身也可以提高进光亮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夜景成像上有明显的噪点 前置摄像头为三星五百万像素 二十二毫米大广角摄像头 相机自带了美颜功能 美颜强度可以自行调节 在视频录制方面 3X最高可以支持1080P的高清视频录制 还带有这个视频防抖的功能 为了测试防抖功能的实用性 我们选择了在移动的电梯上进行录制视频 从中可以看出画面抖动并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由于在晚间室内拍摄 噪点还是比较多 时长半分钟的视频容量为70M 3X搭载了联发科的MT65928核1.7GHz处理器 基于Arm Cortex A7架构 28纳米制程工艺 所以这颗处理器呢 是在保证性能的同时 做到最大程度的这个低功耗 还搭配了2GB的RAM 所以在多伦5方面呢 表现不错 GPU是Arm自家的这个马力450MP4 在运行一些小戏时呢 丝毫无压力十分流畅 大型游戏方面 表现得也不错 极品飞车中运行流畅 没有出现卡顿 吊针 闪退等现象 经测试3X可以支持包括MP3MP4 3GP MVB MOV WMA FLAC 等英视频文件格式 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一段1080P的视频 这边是 这边是 Battle of the Year 我们这边是 我们现在 我们的团队 没有出现了15年 我希望你 教我的组 我组 我组织 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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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做这些 任何在你的生活 永远会 你负责 你的财是你的 因为现在 Korea Japan France Russia 全球 全球 你们都会组织组织 247 因为他们想负责 Battle of the Year 你 在这边 我看了 3X配备了一块3000毫安的可更换电池 再加上独有的这个制定管理系统啊 3X在正常使用下可以坚持两天左右 电量充电从0到100%耗时4个小时 哇这个水平在国产旗舰机当中应该是垫底的 具体的这个续航测试呢 电量为90%的时候 开始玩极品飞车时期 一个小时之后剩余电量77%耗电13% 接着又播放了两个小时的720p本地视频 两个小时后呢 电量剩余57%耗电20% 随后进行8小时待机测试 剩余电量55%耗电2% 那所以官方宣传的这个两块电池 用一个星期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可以接受5.5英寸的720p屏幕 我还是比较推荐这款手机的 因为在做工拍照系统和续航方面呢 3X都有不错的表现 由于自身的学识浅薄硬件器材的缺乏 不足以做出优秀的评测 请大家格外谅解 关于这款机器有任何疑问呢 也可以在我的微博留言 我会一一作答 谢谢 再见